佛法的活力在于我们行动 行动而不执着 不执着我才能更好地去行动 对吧 那么所谓若言下相应 即共论佛意 那么他告诉我们 我现在为你们说祭宋 如果你们听了之后 就能明心见性的话 那么说祭宋啊 你们如果能明心见性的话 怎么样你 那我现在就可以和你们 共同讨论佛理 对吧 你们明白了 明心见性了 好啊 那咱们就有缘啊 对吧 那真的有佛缘 咱们就共同探讨佛理 对吧 那这个没有问题 因为有缘嘛 对吧 那么下面的祭宋 若是不相应 何咱另欢喜 对吧 那么他告诉我们 你如果不能言下明心见性 也就是不开悟的话 对吧 那么你们也应当何其掌来 令一切众生都欢喜 对吧 那么你跟人家讲佛法 人家没听懂 怎么样啊 不好意思 再见吧 没关系 对吧 也要怎么样 也不要去骂人 对吧 对不起啊 不相应 不相应跟我多远一点就好了 对吧 哎呦 好啊 再见 再见 对吧 那就是 何咱另欢喜 你也不要骂他 是你诸啊 对吧 当然我们恨铁不成钢 这么笨啊 笨死了 对吧 你知道熊怎么死的吗 怎么死的 笨死的 对吧 对吧 你不要这样去讲了 讲他不高兴啊 回去 那法师还骂人 对吧 最后传来传去 那就不是法师了 对吧 可是为什么骂你呢 那么你也需要去明白啊 为什么就不骂别人呢 对吧 他希望你好 但是呢 如果我们实在喊不醒的人 那对不起啊 你多多保重吧 对吧 你再见 对吧 也许将来还会真的见 对吧 将来不可能 他永远都这样 对吧 那么这也是结缘 不是结缘 那么下面 所谓 始终 本无争 争绩 始到亿啊 那么他告诉我们 说我 顿悟法门的宗派 本来是修无声法忍的 顿悟一下子就明白 没有声没有命运吗 没有死吗 本来就是无声法忍的 没有声没有死就无声了嘛 那么无声 那就应该 对吧 自在吗 对吧 是没有争论的 是不和人争执的 对吧 你若和人一争论 就失去了道义 哎呀 争得面红而赤的 哎呀 我这是 敬佛啊 你念佛啊 那是速成啊 那赶紧怎么样了 哎呀 我这是终关的 我一下子就进入空性了 对吧 这个是最好的 对吧 争来争去 面红而赤 最后大家不欢而散 为什么呢 对吧 如果相应的话 还用真吗 如果不相应 真了有用吗 对吧 当然了 有那种迷迷糊糊的一点 大概就 也可以透 对吧 也可以 但是 佛法不是真的 对吧 那么 那么 所以说 随时升复心 遇到像五百倍啊 变身复相心 何由得三昧 对吧 那真 是圣复心啊 真 他就不是一个要对真理负责任啊 我们曾经啊 对吧 曾经 我非常羡慕藏传佛教那个辩论 那么我也非常 向往 那么 我是学三昧中的 对吧 三昧中第六代祖师 吉尚大师 当年 在隋唐的时候 在隋代的时候 从三国论师 深叹的辩论 往来六十多灰霍 对吧 那个我也非常向往 但是后来 我发现 那无非就是对有缘人说的一点 佛法而已 对吧 希腊哲学家说 沉默是金 胸辩是银 对吧 不值得去争辩 对吧 那么 我们 经常会 向往藏传佛教的辩论 那种风格 但是 它的意义和价值 我们不可以否认 为什么不能否认呢 因为他把道理 一下子弄得很明白 然后再去 修行 非常有益 非常有价值 但是 回过头来 如果我们去辩论的时候 我们总是要有一个胜负 那么周边看的人 都是以胜负的心来看这个辩论的过程 请问 这跟道相应吗 不相应 对吧 肯定是不相应 辩 不是为了胜负 对吧 是为了真理 更加的凸显 更加的明了 所以呢 如果是有胜负心的辩论 那就是和真正的自信 跟真正的佛法是完全相违背的 对吧 那么如果你相违背了 怎么样 你就会认为 有实在的我像 有实在的人像 有实在的众生像 有实在的受者像 那么还有意义吗 对吧 何有得三昧 你又能得到定吗 你又能得到等次国二法门吗 不能 所以我们既承认辩论有意义 我们又不承认辩论是万能的 是妙药 不是 它依然是一种方便的法门 对吧 不能为根本的解脱服务 那么它可能会偏离我们的轨道 对吧 可能圣的人就很骄傲 很神气 败的人呢 也都很沮丧 那这已经跟佛法不相应了 对吧 所以说我们需要去警醒 这个辩论呢 走极端 所以千万不要去争论 争论来争论去 与道不相应的 对吧 那么所谓的真 真法门 自信 入生死 那么它告诉我们 如果你一定要执着争论的法门 一定要去跟别人去辩论的话 那怎么样啊 那么你的自信 就不能解脱轮回 一定要怎么样 轮转生死 所以可怕啊 争来争去 不就争奖活胜吗 对吧 那么我一直告诉人们说 这个 我们讲佛法 无非要告诉人们的 就是一种建议 或者一种知见 或者是一种修行的方法 你不要走错路 那么我们又能够去 把谁抓住 必须要走什么路吗 我想我们 第一个 我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第二点 你也不可以这样做 对吧 你要 负起责任来 就是要给别人建议 给别人的修行上 有一个参考 这就是你的 价值 对吧 所以我们认为 作为 辩论的 是一种手段 是一种技巧 是必要的 学佛的 基础 这个 我觉得是必要 可以辩论 但是这个辩论 不是为了争强好胜 对吧 但不是目的 因为 它是阐述 和教证 我们之间的一种方法 政治政见 对吧 阐述 政治政见 对吧 辩论对方 都要阐述一个 互相认同的点 比如说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自尽其一 比如说 对吧 这个 诸行无常 诸法无我 涅槃其境 那么就告诉人们 这就是我们 共同辩论的 一个根本 那么面对这个根本 大家有不同的阐述 那是可以的 对吧 所以说 它是阐述和校正 实相剥弱的手段 实相剥弱 就是事物的真相 那这就是政治见 对吧 那么 通过这样的一个手段 这样的一个技巧和方法 要找到方向 我们就不会迷失 对吧 就像说 我们现在六道轮回 大家都知道有 对吧 可是我们怎么样 走出这个轮回 这才是关键啊 我们现在 很多人 在制造轮回 本来我不害怕 现在呢 一说 这屋里有无形的东西 那大家就害怕了 这个之间就不正了 因为你首先 你就困扰在其中了 你就不想走出来 整天都琢磨 这个 这个无形的东西 那你就困扰了吗 对吧 所以要 要找到方向 不能再迷失下去了 对吧 所以说 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方法 我们要达到解脱的目的 才是根本 对吧 否则 我们就会停留在功力啊 是非啊 对吧 邪直邪尽 又停留在这个层面上 那和我们的这个 不争论 就是背道而驰的 对吧 所以 争论的目的 其实是同真理 同事物的真相 有一种相应和默契 对吧 争论的目的 不是为了争强好胜 不是为了要战胜别人 对吧 抬高自我 它最关键的目的 其实就是让人们知道 什么是学法的方向 什么是政治正见 对吧 这才是关键 那么下面经文 使徒众文说记忆 普洁作礼 并体诗意 各个色心 依法修行 更不敢征 乃知大师不久 注释 法海上座 再拜问约 和尚入灭之后 依法当父和人 这也是最关键的问题 对吧 那么经文的意思 告诉我们 当时在南华寺 六祖大师的这些弟子们 听到六祖 惠能大师 说完祭诵之后 大家都为他顶礼 向六祖大师 谢法 的的确确是要 感谢的 对吧 那么 并且都体会到了 六祖 惠能大师的 良苦用心 说法的目的 良苦用心 都体会到了 对吧 那么 所有的人 现在 都不再哭泣了 对吧 哭泣的人 不再哭 为什么不哭了 明白了 对吧 没有定力 没有智慧 对吧 现在不哭了 有定力了 有智慧了 对吧 但是我想说 这个智慧和定力 依然是相对的 不是圆满的 对吧 但是比我们诸位 是要强得多 这个也是大家需要认同的 对吧 那么 就是不再吵 也不再闹了 也不再相互辩论了 对吧 大家都依照寄宋的方法来修行 当然也就不争论了 对吧 否则就会争论了 对吧 就会不服谁呀 对吧 我们经常会看到 大雄宝殿前 那有人给他比比花花 手无足蹈的 对吧 就是你看 我行 你看别人不行 对吧 我每每看到这 我心里就很不舒服 对吧 可是我们又不能把人怎么样 我们就是呼吁大家 多理性吧 让这种人没有市场吧 我们只能通过这样的一种方法 对吧 那么 大家都知道 六祖汇能大师在市场只有很短的时间了 大约就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 七月份说的 八月要圆寄 但是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 对吧 那么 法海上座 六祖汇能的上手弟子就是法海 六祖汤经就是他籍的 那么 再一次的 大家都拜完了 再一次的 给六祖汇能大师顶礼 对吧 顶礼就问了 和尚露灭之后 依法当负何人 对吧 他很关心这件事 关心有两个目的 第一个 我是上手弟子 那么 请问六祖汇能大师 你是不是传给我呀 我最有资格了 对吧 这是一个因缘 对吧 那么我们可能误解了 法海上座 那么可能法海上座 也不是这个意思 但是对于一般的人来讲 很难不想到 有这种意思 但是另外的一个意思是什么 那就是 给大家指明一条路 这个伊伯到底还传不传 对吧 那传和不传 他都得有个说法 也让后边的人 后来的人 当时的人 对吧 对这个伊伯 有一个正确的 执见 看法 对吧 这也是 六祖汇能大师 必须面临的问题 对吧 你佛法 所作已办的 你没有把 该办的事都办完了 你不能入面 对吧 不受后有 没有后遗症啊 对吧 那才叫圆满呢 对吧 那么于是 这个 法海上座 才请示 六祖汇能大师说 何尝元级后 依法应当传给谁呢 对吧 因为 他作为上座弟子 作为首席弟子 关心 依法 传给何人 是他的责任 对吧 无论是传他 不传他 也都是他的责任 所以这种问法 我认为是合理的 哪怕他 有那种想法说 你是不是应该传给我 我觉得也是合理的 对吧 那么我们将会在下一次的讲解中 了解 慧能大师 对于传受一波法卷是如何的一种见解 那么下次再说 我们上一次讲到 法海上座 问六祖汇能大师 说和尚入灭之后 依法当父和人 就是你的一波要传给谁呢 那总得有个交代啊 对吧 那么有人说 法海上座呢 有意要接法 其实我觉得 即使接也是纯属正常啊 因为他毕竟是六祖汇能大师的上手弟子 同时他也有责任 要给后人一个交代 那么这个一波 到底怎么去处理 对吧 那么下面经文 诗曰 无语大凡事说法 已至于今 超路流行 募曰 法宝谈经 如等守护 地相传授 度助群生 但依此说 使命正法 经为如等说法 不复其一 盖位如等 信根纯属 决定无疑 勘任大事 然据先祖达姆大师 福寿祭义 一不合传 既约 五本来之徒 传法 度迷情 一花开五夜 结果自然成 那么经文的意思告诉我们 六祖汇能大师就回答 这个法海上座 回答他说 我在勺关大凡事 就是现在的大件事 这个地方我们没有去过 每一次所说的法 一直到现在 所超路流行的 都记录下来 称它为 法宝谈经 那么所谓超路 就是你超下来 借给别人 互相传超 所谓流行 就像流水那样 流通 这是没有隔断 直到今天 我们今天能够有缘 讲述六祖 法宝谈经 也是因为这样的 这个传承下来 像流水一样 不绝 我们才会有这样的因缘 闻到这殊胜 殊胜的佛法 我想这应该是 值得感恩的一件事 那么前几天呢 有人打电话问我 那个法师 你学的什么宗啊 我说我在学佛 我们所说的宗 是因为每一个角度 每一个方法的不同 但是我们今天所探讨的是佛法 佛经是服务于任何一个宗派的 虽然六祖辉能大师探讨的是 禅宗的典籍 但是他解决的问题 已然不是一个单纯的禅宗 这个或许大家都有感悟 所以啊 你们都需要互相守护法宝 你传给他 他再传给另外的人 如此互相抄路 达转 达转流通 目的就是要广度众生 目的是让大家不再迷惑 不再有障碍 不再有挂碍 这才是目的啊 那么你们如果能依照这样的方法去实施的话 就是正法 那如果你硬不要按这个方法去实施的话 那很难说你是正法 对吧 所以我们今天应当记住六祖辉能大师的话 至少在你这里应该是受益的 你应该有一个旗帜失明的正知正见 我想六祖辉能大师的法宝谈经 一定会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感悟 应该坚守正知正见 那么我现在为你们说法 你们已经明白了 所以我就不传一了 不传一波了 因为你明白就是很重要的嘛 你不明白我传给你一波有什么用啊 所以我们现在要明白 传法是怎么一回事 它不是单纯的 我给你一个法卷 我给你一个衣 我给你一个波 你就是传法了 不是这么简单 对吧 而且我们今天 我们也必须清楚 所有汉地的佛教 都是由禅宗一脉传起来 不承认这点也是不行的 所以我们今天 很多人 你有什么理由 你说这个禅宗是不可学的 没有理由 所有的汉传佛教的传承 都是从这传下来的 所谓临天下 潮一脚 所以临近中的天下 到处都是 潮洞中有一脚 不多 对吧 有感于此啊 我们到了云门寺 对吧 就派人到那里去学作禅 对吧 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 没有上殿 没有功课 就是作禅 对吧 讲金刚经的时候 六足灰能脱波 不是 释迦牟尼佛脱波起始 吃完饭之后 洗一波 洗完一波怎么样 就进行 然后做传 就是这么简单 他的日常生活 就是这样 对吧 我们今天的 所谓的功课 是从宋代祖开始的 对吧 我们要清醒这个问题 所以很多人不习惯 对不起 你慢慢习惯 你不习惯就是障碍 你习惯了 就没有障碍 对吧 当然我们不反对上边 对吧 我们照样去做 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对吧 那么为什么我不传一波呢 因为一波是用来表示信物的 什么叫信物 所以看到这个一波呢 说哎呀 这个就是传法的证明啊 对吧 这是给谁看的 是给外人看的 对吧 不是给自己看的 如果你对这个 伏法没有这个 受益 那你拿这个衣钵 有什么用呢 没有说服力吗 对吧 我可以弄十个 可是这十个 对我有什么用呢 对吧 有人曾经 不止一次的跟我讲 哎 你要这个 发卷吗 我说我不要 哎你为什么 我说不要 那我不合格嘛 对吧 我觉得合格的标准 是真的去感悟啊 是真的来证明什么东西 是可以的 如果单用这个东西来证明 我觉得这就苍白了 对吧 那么现在你们这些人 性根纯属 对我绝对没有怀疑 所以堪认大事 堪认就是能够担当 能够负责 大事就是如来的家业 对吧 那么我们读 妙法梁华经的时候说 佛以一大事因缘 出现一次 这个大事 对吧 为怎么样 众生误入如来之见 那就是大事 对吧 如来的家业就是大事 你们都可以担当 如来的家业 来教化众生 你们都合格 对吧 现在我们有谁合格呢 我们不知道 我们只是 对吧 没有办法回避这个责任 所以勉强而为之 对吧 我们知道我们不行 但是我们还要做 如果你知道不行 你还不去做 那你不更不行呢 对吧 大家只有感情 而没有理性 这不叫信仰 这叫盲目啊 对吧 我们现在更多的都是盲目 对吧 凭着感情 他一看着光头 就觉得 就觉得亲切 对吧 那是我觉得 宗教感情必须要有 但是为什么你亲切呢 为什么要亲切呢 对吧 是因为他能够红法立身 是因为他做到的事情 我们 我们 对吧 好